大家好,潘大帅,欢迎看! 是大观众来观战一把 哇,这把的配置很高 这个现在榜一人皇 跟傻兜的双牌 这四位玩家我估计 可能都在人榜前十 博弈老师这把的话不好打 因为这把球者这个阵容 其实棒棒 我觉得很难啊 这棒棒你抓谁 抓先知可能好一点 抓个机械师 还好娃打掉了 这边的话再放娃来下板子 来卡 博弈老师这边是压根没有管这个娃 能过去就过去了 带了一个金身 因为我刚刚想说的是什么 我倒没有留意这个金身 因为邦邦这把的话 这边求人者是进可攻退格手的 求人者一波一波撞就 前锋一波撞就 会让邦邦没有真胜面 但是这边带了一个金身的话 可能来了金身顶 但是这颗雷 这颗遥控雷 是不是有那么一点点亏啊 这边连炸娃娃还有反应的 傻头这边的娃还有反应的吗 都黄 那你也不能追娃了吧 追娃去找机械师 这这这这这这娃越拉越远了 机械师这边离你 对吧 8000米开外 再追前锋 将前锋击倒 我们来算一下 密码机的总量现在的话呢 先知和武女的应该是差不多了 机械师这边找到一台新机子 开始在修 前锋这边手里面还有球 也就是真正要将前锋击倒 爸爸还得过先知鸟 这一关 这个击倒可能要到三台 有一点好的就穷者这边可能不一定能救得下来或者救下来这前锋也遛不了 所以帮帮的话呢是有宝平面的 但帮帮的真正面真的 除非就是人救不下来 人救不下来 人救不下来 来说实话这个局都有可能出现三人开门战 因此这把的话 我可能还是会更看好穷者一点 我觉得穷者这边如果前锋能够顶住压力 再多拖一会儿 然后队友两波救人 不过他们救人是真的一点宝人能力没有啊 这边的话 连炸带走前锋 好像机子差一点 武女这台可能会被干扰到 先就说这边武女 诶武女哪捡了一个减速帮一盒呀 要一个滑步过去吗 来看一下415带飞轮的怎么救人 怎么救人不关键 你真救下来了 这前锋怎么走 帮帮手里面技能现在有对吧 我可以切闪 我可以切失常 你这边的机子的话得等到队友来 我觉得要不要卡半救 不要卡半救 就你救两波 你救两波就给帮帮两波机会 但是你救一波 那就给帮帮一波机会 其实这波的话我觉得是可以等的 上帝是要来看的话 这边真可以等 等队友机子修完以后 过来跟你会合 两个人来救 或者一个人就一个人去修机子 看看能不能行 那这样的话前锋化飞 武女这边上挂 老江湖 博弈老师还是帮帮够硬啊 这边的话天空一颗雷 武女现在的位置 还是在帮帮 可以略微干尔道密码机的一个辐射范围之内 这边的话用一个15秒雷来压一压这边的机子 机械师绕过来 这把博弈老师能赢 连炸 先知这边是个白板 机械师 丢一颗雷过来 干扰一下 这边机子尽可能的抢 先知过不来了吧 过不来了吧 过不来了吧 那再有一个人受伤 四抓 我的老天爷 这四个人可都是神仙呢 这把博弈老师 这机械师 这机械师有个薄命捏在手上面 移情过来到你脸上 他应该是飞轮 加薄命吧 因为没有大心脏吧 好的 感谢大家收看 很 很没有想到的一局 拜拜